大家好,我是郭艾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对于西图雄池、有色、吸血资源、煤炭、钢铁 做出板块分析,经过参考,不作为满满依据 那么给他提供一个视角,什么视角呢 在第一次中的板块,那么止跌一期未难 但是呢,前提是先有止跌的信号 什么叫做先有止跌的信号呢 最起码从开线层面来讲的话呢 最起码要出现强底分上五均 才是一个观察级点 一说呢,日开出现强底分行三五均 那么呢,才是用一分钟或者是用五分钟的这种级别来进行跟踪 那么跟踪过程当中,如果说呢 三掌出发被迟,也没有改变他的下行通道 那么呢,舰跑就收,舰跑就跑 如果说大级别还在下跌当中 小级别的机会点的话呢,一定要更谨慎 那么从想要实现 或者想要把握大趋势的转折 就是由弱到强,由熊到牛 那么呢,耐心等待三重突破信号的出现 那么什么是三重突破呢 咱们再做一个巩固 那么同样的,如果说掌势中的板块 掌势中的方向 那么呢,同样的观察的是什么呢 例如说出现强顶分破五军了 或中央预警开线了 也要高度警惕 那么我们结合板块来进行梳理啊 例如像西路泳池 西路泳池的话呢 那么前面在这个位置 当时是提醒过风险的 当时的话呢 是日线的强顶分之后给出的一比上 一比上的话呢 140内军业没有突破 有压制 而且的话呢 当时60分钟 30分钟已经呈现 非常明显的MSV顶背离的这样的特征 好 那么当前再来看的话呢 它是属于这样的下跌区子当中 在下跌区子当中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在这样的一个下跌 通道或者下跌的这种延续当中 没有连个墙底分都没有出现 你是不能认为 不能凭借想象力凭借猜测 什么时候止跌 什么时候不跌了 这点是毫无意义的 那么一旦出现强底分上五军 他只是用一分钟走出类型 或者用五分钟走出类型的视角的话呢 可以去跟打底分的底呢 作为一个绝对的条件 如果大的方向是属于下跌的延续当中 量能也没有 那么的小级别的机会点一定要更加警惕 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即便参与的话呢 一定要是速度要快 见好就收 见不好就跑 那么什么是三重突破呢 咱们来给他做一个回顾啊 所谓三重突破呢 尤其是下跌的空间和时间都比较充分之后 那么呢 想要实现趋势的转折 咱们前面讲到第一重 从价格 从开线角度来讲 要有平台突破 第二层的话呢 就属于从方向上面来讲 均线 五十三上穿 一百四十年均线 好 那么对应的第三个层面来讲的话呢 量能的突破 由缩量到什么呢 到这样的一个放量 或者说放量之后的量能够保持住 例如前面是属于下行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延续当中 一百四十年均线的压制当中 那么呢 一旦呈现呢 呈现不创新低 形成一定的平台突破 小平台小机会 大平台大机会 形成这样的平台的突破 均线 五十三上穿一百四十年均线 量堆 也从数量到放量 并且的话呢 得到一定的延续 出现这样的一个突破了 那么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那么它可能更值得 或者说呢 后面的确定性 或者是延续性 可能会更好一些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跌了百分之十了 跌了百分之二十 跌了百分之三十了 等等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能凭借自己的感觉去猜 好 这就是咱们讲的一个核心点 那么我们来结合板块本身啊 例如说像 系统用词当前的一种状态 它属于不断的给出新低 那么你要是用残忍结构的 一个观察节点的话呢 它对应的 其实还是属于 日线的一个先端下的发展当中 当前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还是属于 三十分钟 例如说的话呢 当前这样的一个节点 三十分钟 限端下 而且呢 这个限端下内部呢 并没有被迟 所以说呢 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 只是先等待 就是呢 如果说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耐心等待什么时间 什么节点 会出现三重突破 才值得你去把握 它的趋势的延续性 如果说没有出现之前 那么只跌一 就是呢 出现强底分 短时间不跌了 或者短时间 一旦出现强底分 没有给心跌了 这是容易 但是想要 整个方向气吻 它还是需要资金 对于板块 对于方向的一种认可 包括那些政策 包括一些 基本面有没有改善 有没有预期 所以说呢 在下跌当中 各国的话呢 一定要下跌当中的板块 就是趋势 走弱的 而且呢 下行程当中的这种方向 一定要高度警惕 好 这是系统用词 那么像有事的话呢 那么达同小异 大家可以取一反三 当前的一种状态的话呢 它就属于 不断的给心跌 前面的可以当成一个平台的 破位140内军的压制 那么没有出现强底分之前的话呢 它是下跌 不能设为止跌 那么出现强底分的话呢 只能用一分钟 五分钟的视角来去观察和跟踪 那么出现强底分 不是说就可以闭着眼睛去把握了 而是呢 小级别的视角 等待一个列头一分钟 走出内心下 五分钟前段下 回落不给心跌了 那么呢 只能用这样的角度呢 用短线的一个观察维度呢 见好就说 见不好就跑 如果大的方向呢 是属于弱势当中 那么小级别的机会点呢 一定要更加警惕 能不参与就不参与 即便参与的话呢 一定要速度要快 当前的话呢 没有出现底分之前 没有必要呢 去拆去读 好 那么像吸血资源的话呢 也是如此 而且的话呢 前面是咱们选择平台的 破位下行 那么像钢铁的话呢 也是如此 那么列出像煤炭 煤炭的话呢 那么它是前面呢 走出家那个相对独立的行情 但是呢 一旦出现什么 一旦出现 一旦出现这种强顶分 咱们前面讲的 关于陶顶的几个四角 陶顶三部曲 第一个的话呢 预警开线 就能突然高开 低走大一望 高位矩阵方矩量 高位十字星 这都是预警开线 要高度警惕的 如果说呢 对用呢 一旦呈现被磁 或者呈现这种破位 这都是要逃命的 那么大家可以 如果说恐怖的话 可以回看前面的视频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它就属于高开低走 而且方量 这个就是典型的 有资金出逃的 一个信号 或者一个节点 而后来就出现这种 强顶分破五军 那么高度警惕 那么当前的状态的话呢 对于煤炭板块 指数的一个表达来讲 历史上也多次 呈现这样的一个节点 那么当前的状态来讲 它从801整体来讲高 它的一个结构 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但是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回落 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说没有出现底分之前 那些观察和等待 即可前面的话呢 这是风险的一个节点 那么如果说后面的话呢 一旦出现强底分的同时 那么对应的 潜递不破 甚至说呢 一百四年能支撑住 那么还要观察反弹的力度 一旦不能给新高 就是卖点 有新高的话呢 有撑被吃的话呢 它还是一个风险点 这就是跟踪的一个技巧 而且呢 对于交易来讲的话呢 其实最核心的 一定要形成自己的模式 现在在近期的一些 针对性的培训当中的话呢 更多的讲的 也是要形成自己的模式 例如说呢 从折股层面来讲的话呢 产师给出的像 基本面比较 总是结构的结合 那么从交易层面来讲的话呢 形成所谓 形成自己的模式 一定是属于先搞准 自己的可操作周期 就是从级别的角度 从结构的角度来讲 本质上没有不好的股票 只有不好的时间和结构 本质上也没有真正好的股票 只有好的时间和结构 就是呢 可操作周期 从时间 从结构上面来讲 在自己可操作周期当中 然后呢 又符合自己的级别下的 应对自己级别下的买卖点 然后呢 强执行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更多的话呢 大家可以取一反三 只作为 技术交流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好 再见